新竹市U-Bike使用量逐渐提升 在15日上午举办包括清华大学 新竹转运站、马街纪念医院 新园建工一路口、三菱公园等 共5个新站点的启用仪式 邀请新竹市长林志坚、清大校长贺成红 以及微校单车公司董事刘立珠 一起骑U-Bike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 共同享受校园的量力景致 自从U-Bike的一个建置之后 他们不仅是感到微校 而且是校开怀 因为确实对他们的生意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多的市民朋友 有更多来到新竹旅行的朋友 能够透过这个公共自行车 透过U-Bike畅游新竹 对于这个城市有新的认识 爱上新竹市 新竹市U-Bike从今年5月起 使用人次已突破24万人 每辆车的周转率高达12.38次 平均一台车每天被12个人使用过 也带动了周边的经济提升 这次选在清华大学设点 除了整合周边大众运输服务 更提供学生便捷的交通方式 清华大学校长柯成宏表示 新站点设置后周转率要突破13 可说是指日可待 清华大学有一万三千的同学 所以我们跟新竹市青春结伴好同行 一定会使周转率突破1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因为它可以减少塞车 如果大家骑自行车多 那开车跟骑机车的就会少 那么进入历史古迹的这一些城市里面 进入这个旧城区里面 它就会更方便 那也会给旧城区带来更多的生命 非常的恭喜新竹市 现在开始扩展了 恭喜 新竹市公共自行车初期多设在旧城区 自15日午站启用后 延伸至东区及南区 让新竹市的U-bike更加普及 使用公共自行车不仅环保便利 也让民众能放慢脚步 感受新竹的在地之美 台博新竹林彦斌 实习记者李竹采访报道